嗚嗚嗚 就是一個 精油的味道 現在呢就是很多韓國YouTuber也都有使用過 然後評價也都非常的高 那他在2021年的時候 得過YouTuber大賞護膚品牌部門的第一名耶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中 最小隻女孩 這個直接在你的購物車裡面了啦 你用非常便宜的價格 你就可以買到專櫃級的保養品 真的沒在騙耶 安妞 明卡里米達 前幾支影片就是有分享 我在韓國當練習生的時候 一些買保養品的那些費用 蠻多都敲碗說那姐姐 你到底是用什麼保養品 我今天呢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到底是用什麼保養品 那在當韓國練習生的時候呢 就是每一個團員都非常的注重外表 而且他們的皮膚就是 又白又嫩 跳舞的時候你們應該就是 可能妝都會滑 或者是就是太懶 連化妝都不想化 在韓國練習生裡面 不會有人沒有化妝 或是沒有人不化底妝的型 他們就是最多最多 底線就是可能 眉毛 底妝 厚厚 那我今天呢就來跟大家分享 在韓國人氣非常旺的一個品牌 叫Nemberton 那他這個品牌呢 在韓國已經大概上市了三年多了 最近他終於台灣創了官方的蝦皮 而且重點是短短的時間內 他們的蝦皮帳號就直接飆到兩萬 你們就知道 某一部分的台灣人 到底有多愛這個品牌 而且這一次呢 他們在韓國還找到了一個 超大咖的來進行拍攝 TALA的製顏 那我今天呢 就挑出了三樣 我真的超級愛的 第一個呢 就是二號的化妝水 它是高達89%的 比利時溫泉水含量 那韓國呢 它就是偏乾冷的國家 台灣呢 就是一個非常潮濕的國家 這就是一個非常尷尬的點 我要如何在乾冷 潮濕的國家 取出一個中間值 因為如果你在韓國的話 你選太乾的保養品 對你來說根本就是沒有效 而且只會越擦越乾 妝感也會超級爛 那如果你在台灣呢 選太難吸收太保濕的保養品 就會整個很黏 那這一款化妝水呢 我最愛的地方就是 韓國跟台灣都可以做使用 它的保濕度非常的高 而且重點是它的吸收速度真的是神快 不像他牌的 就是吸收進去可能還會有點乾裂的感覺 它吸收進去呢 還是超級保濕 然後就會讓整個臉會有Q彈的那一種光澤感 而且呢 我這個人非常在意就是 你擦上去吸收完到底會不會黏膩 因為睡覺的時候 如果你的保養品很黏的話 會造成就是很不舒服 這是我今天就是剛剛擦完 它的保養品上妝的樣子 非常的服貼 就是呢你只要使用一次你就 七次化妝水般的那一種皮膚 這真的超級厲害 真的沒在騙耶 第二個呢 就是這一個 中藥草光澤精華 韓國人皮膚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就是從韓國回到各自的國家之後 就覺得皮膚沒有在韓國的時候那麼好 或是開始大冒鬥 或是覺得自己沒有在韓國的時候長得那麼的好看 那我認為呢就是除了擦化妝水之外 你的精華液也非常的重要 抗老計畫就是要從20歲開始 如果像我一樣就是二字頭的大家 可以開始抗老囉 等你後悔的時候就已經來不及了 我希望我老的時候還可以長得就是算好看 你可以看到它的質地就是擦上去臉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Q彈 比剛剛還Q彈 就連我身邊的朋友都在問我說 你到底是什麼保養的 為什麼你的皮膚那麼的好 就是它可以讓你越來越年輕 然後皮膚越來越好 我真的是朋友認證 我素顏真的皮膚算好的 雖然我素顏長得很醜 就是除了眼袋那些 可是只看皮膚的話 我的朋友都認證我的皮膚是真的很好 所以大家都問我是怎麼保養的 它這一瓶精華呢 其實就有點像雪花秀的潤照精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使用過 雪花秀還超過五倍的價錢 所以小隻女孩 這個直接在你的購物車裡面了啦 反正呢 就是你只要使用過一次 你就能感受到那種 肌膚是從裡透到外面的那種光澤感 非常的自然 第三個呢 就是素顏霜 素顏霜對韓國女生 不管是練習生還是路人 非常的重要 其實韓國蠻多那種美妝YouTuber 上中前就是一定會擦素顏霜 為了讓他們的皮膚更有牛奶的那種白皙感 但是呢台灣女生好像比較少會擦素顏霜的習慣 但是在韓國真的超多人擦的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跟我一樣是非常懶惰的人 懶惰的人就是一定口袋裡要有一瓶素顏霜 出門前隨便擦一擦就可以出門了 那我剛剛就是也有說韓國女生最底最底的底線就是 眉毛底妝跟口紅 那韓國女生呢很多都是拿素顏霜來代替的 因為呢素顏霜它不會那種脫妝掉妝非常的方便 在大家韓國練習生的時候 這也真的是我最底最底的底線 那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呢 所以就是需要戴口罩 女生又需要化妝 就是可能要擦底妝那些 是不是會脫妝而且超級悶熱 重點是現在夏天要來了 所以素顏霜多麼的厲害呢 第一個它非常的好推開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中 就是只要快速的推開 你就可以出門上班了 然後再來呢它戴口罩完全不會有掉妝等等問題 那你們就可以跟我一樣 我今天一樣呢就是有先擦素顏霜 然後再上底妝 就是看起來氣色會更好 而且會有韓國人的那種流在肌膚 而且重點是呢 我覺得它跟以往素顏霜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就是一個 早上多聞聞精油多舒壓 這也是我在當練習生的時候 去跟那些練習生學到的一些小技巧 就是他們跳舞的時候都不會脫妝 就是在這裡他們都擦素顏霜 台灣應該蠻多人都對 Numbers比較不熟悉一點 那我今天最後呢我就來介紹一下 現在呢就是很多韓國YouTuber也都有使用過 然後評價也都非常的高 那它在2021年的時候 得過YouTuber大賞護膚品牌部門的第一名耶 而且是在3000多個品牌之中脫穎而出喔 那你去韓國的時候呢 其實你都會看到它 那它在Olivian裡面呢 就是化妝水那些都是銷售量的第一名 你用非常便宜的價格 你就可以買到專櫃級的保養品 那他們呢就是現在有設立一個LINE的官方一對一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皮膚上的問題啊 或者是一些不知道如何保養 你該選什麼產品 就可以去他的LINE一對一的做詢問 其實呢我是一個非常品牌迷思的人 我身邊的朋友都知道 我所有的化妝品保養品都只用韓國的品牌 所以韓國只要出新的品牌 我就會去嘗試 當然有時候還是會採雷 那雷的東西我當然就不介紹給大家 但是用完Numbers的產品之後 就是真的皮膚狀況變得非常的好 那如果大家去徵選韓國經濟公司的時候 可以試試看他們家的素顏霜 大家也都知道面試的時候妝容不能畫得太濃 那如果大家想要購買的話 就可以去他們的蝦皮官方帳號去購買 那連結我也會放在下面 然後裡面有他們最新的活動資訊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分享還有讚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安妞